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亚洲投顾林红相 欢迎收听优质节目频道 赢家应对 路遥芝麻利日久见人心 今天是11月17号礼拜二 台股今天大涨 今天上涨124点 收在8419点 两人稍微放大一点点 大盘今天的成交量是 856亿元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收完盘了 从校1点半到晚上12点 很多老师可能在节目告诉你 他股票知识涨停满 知识股票创新高 赶快加入会员 那这将近应该是说600点的修正 可能就一以带过去了 好那这都其次 我只是告诉你 你可以从很小的细节 就可以去看出一个人的人格是如何 是完盘了 今天很多人会告诉你 台股今天因为证所税 废除证所税 所以台股今天收付季限 好今天从校1点半到晚上12点 很多人这样子讲 好因为证所税的废除 所以台股今天大涨 然后今天站上季限 好这种东西 如果啦我这样讲好了 如果收完盘了 你才需要从一个专业的分析师眼中 去跟你讲出这状话 好那我觉得这个分析师 应该也是太未免后知后觉 好我讲这句话 世上是很讽刺的 也就是收完盘了 那一个人解盘才告诉你 哇因为今天证所税废除了 所以今天台股 哇大涨庆祝 第二班帮忙 那不是伺候马奥泡吗 好所以各千都不要 请仔细听了 今天台股收付季限 我们在昨天前天节目当中 告诉大家什么 我说本坡拉回跌破季限 是葛兰币八大法则的最后买点 好在上个礼拜五 跟演讲上个礼拜的投资讲座 跟昨天节目当中 我们告诉大家 跌破季限是葛兰币八大法则的最后买点 那是拉回早买点 好如果今天上涨 是因为证所税的利多 那特别 昨天台股跌34点 留很长下影线的时候 大家市场不是 不是在所谓的法国 遭受恐怖攻击 那个悲伤的氛围里面吗 我们怎样告诉大家的 我说头部是怎样形成的 头部是因为利多部长形成的 好头部 这一波的头部八千八百多点 是因为马习惠 马英九总统跟对岸的 习近平主席 习近平 好 马习惠 然后爆出一千两百多亿的成交量 当天外资买超两百一十七亿 马习惠的利多和平红利 只有上涨一天 所以头部是怎样形成的 利多不涨形成的 好底部呢 底部我说它是经过利空淬炼所出来的 这一波你能够想到的利空 这一波已经连续跌八天 从八千八百多点连续跌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七天 八天 连续跌八天 外资狂卖 好 我们说这一波你能够想到所有的利空 都已经利空出清了 不管是出口衰退 MSCI条降台股全值比重 凭概股 订单可能衰退 或肺的可能会升息 甚至 连我们大家最不想看到的 法国遭受恐怖攻击 都已经出现了 昨天我们告诉大家 它会怎样 它形成利空加速感底 形成一个利空吹电出来的一个底部 所以 昨天下引线是实体的两遍 它是一个支撑点 所以今天你才告诉我 今天是因为镇所在长起来 你要帮帮忙 各位朋友 那未免后知后觉吧 我今天大可花很多时间告诉大家说 哇 今天我们的东阳 1319的东阳 今天已经来到39.1 收盘价38.4 从我们当初的升级古神龙 神龙获利了结落代为安 我就告诉你落代为安 从神龙1789神龙 到现在的1319的东阳 我想我们操作有目共睹 我今天不会因为 我今天这样讲好了 听我节目我不太喜欢 也不太习惯 用操作绩效去当炫耀 我觉得那没有意义 我觉得操作 你要的是看这个人 这个老师 它是否稳定获利 我觉得那才是重点 我今天想跟投资本人去表达一个概念 后来听我节目的应该是听三个月半年 一年大有人在了 我们在今年三月四月那时候 三月二十五号开始看空 那时候市场已经看到一万一一万二了 有印象吗 跌了两千八百点 在7203那天我们告诉大家 那天全市场最恐慌了 道琼跌了一千点 那时打跌了四百点 我们跌了七点五% 那时我们告诉大家 请您准备资金准备子弹 站上7203当天的高点 我们油空繁多多头正式 皆干起义 请您共襄胜举 到这一波 不管是反弹到M头景线 或者是这一波 涨时看支撑不理会压力 在八千八百多点的时候 市场高速看年线 我说超红大量的地点不能破 请您卖掉二分之一 台股会进入相选整理 或拉回ABC 台股即将进入高难度的操作 虽然我们的个股最近表现不错 但是我还是秉持我的专利知识 告诉大家这段话 我为什么要在今天跟你讲这段话 我知道从今天下午一点漫 到晚上十二点 几乎很多投稿老师都在做促销 告诉你你没有参加他的会员 你对不起他的主动十八代 这个我没有意见 我只是希望投票你 你去了解一个现象 过去不管你是听我们节目三个月 半年或者一年 如果你都有验证到的 我想那个绝对不是运气 那个真的绝对不是运气 那个除了实力之外 一般人会告诉你 不是运气而是实力 我这样讲好了 并不是我连弘向傲慢 我们有一定的实力 除了有一定的实力之外 我们有一定的人格特质 我们有一定的内在稳定度 一个人如果 我这样讲好了 每个人 每个人 有时候你运很好 你运气而好 真的是势如破竹 每个人当然也会运气不好 说实在话 我们本来就是有好有坏 但是当一个人 如果他比较讲诚信 一个人如果他散发出 比较正派 善良 诚实的品质 他比较能够走出那个低潮 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说 你长期听我们节目 不管是听三个月半年一年 我们有没有那个品质 我想你应该知道 所以今天我还是想告诉大家 本破拉回跌破季线 是葛兰比八大法则的最后买点 我希望你好好把握 不晓得今天你能不能听得进去 台股每年最好操作的就是 第四季到二三月 这一波拉回就是最后的洗盘 这一波拉回就是最后上车机会 我还是那句话 这里你没上车 上9000点你也不要上车了 我讲这句话会不会 笑脸的讲话干嘛那么带刺 我不想你会不会觉得 今天讲话很 比较 但是我真的想告诉你 9000点上去你也不用买的 真的 我不会告诉你上看一万点 9000点上去大概 因为你现在已经是11月17号了嘛 那你上去可能就12月了嘛 12月接下来就总统大选了啊 你要做什么 11月总统大选前一个月会很烦整理啊 所以9000点上去你就不用买了啊 今年行情就跟你没关系了啊 真的耶 那很讽刺耶 如果你从10014到7203跌了2800点 你没避开 那这一波上涨你也没跟到 那下来跳进去又套牢 我真的是 我只能接你 你真的自己 拜拜爱你可怜爱你拜拜 我讲的比较直接一点 如果说跌了2800点你没避开 然后从7203你一直观望观望观望 然后到85008800跳进去结果又拉回600点 你远期真的要买 那真的是要去买买 要去收买一下 真的啊 这一波拉回你不上车 9000点上去你也不用 真的你也不用买了啦 忠言逆耳了 也许你觉得我讲话 今天比较讽刺或代词 我只能告诉你 拉回破季线 就是葛兰币八大法则的最后买点 如果你要等到上9000点 你才要进场做多 那我只能忠言逆耳告诉你 那就请你继续观望好了 观望到明年三四月那时候 我们要放空的时候 你才跟着一起做放空也好 就这样子啊 我们可以带你做多 我们也会带你做空 就这样子 本波 本波 这样子讲好了 跌破长红大年的低点 1274亿那天的低点 我们说台股即将进入箱形整理或拉为ABC 请你卖掉二分之一 台股即将进入高难度的操作 我想这个你都验证了啦 我们推荐的个股 不管是一开始最早推荐的1789的神龙 这个你有验证 神龙我获利了解我就告诉你获利了解 好 近期是AM汽车大厂 1319的东洋 东洋他公布他10月的营收 表现还不错 他公布他第三季的 他10月的获利能增加 年增加65% 好 前10月的税前EPS是2.47元 好 那接下来当然是 北美地区下旬嘛 好 那当然就是那旺季更加来临 一般投稿老师可能会去告诉你 他动能赚多少钱 我觉得那真的没有意义 我今天只是想告诉你 从一开始 不管我们告诉你生计股 或者是3545的钝碳 好 3D压力触控 我们之前有调节1分之1 我们就告诉你调节1分之1 我们告诉你太阳能 好 太阳能我们告诉你调节1分之1 他就去 我们就告诉你我们调节1分之1 因为他进入箱形整理 真的你也看到 你就看见进入箱形整理 今天我一档个股 主机版2377维新创新高 来到37.2 好 那当初我是买2376的技嘉 好 技嘉今天还有34.5 收盘34.45 技嘉我们获利了结 落代为安 我今天是要延续昨天节目的内容 昨天市场很悲观 市场悲观是觉得这边是一个头部 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告诉大家 我说在10014的时候 10014的时候 电子股只有大力光跟汉伟科长 还有金融股长 那时候是10014的时候 现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很多族群创新高 不管是刚才有跟你讲的 生技族群 AM汽车大厂 或者太阳能 或者连你看不起眼的主机版 NB的主机版都创新高 投资朋友 你不会觉得那氛围不一样吗 10014的时候是 拉大力光跟汉伟科 在拉东出西 拉股往股后 站在山头上 还有拉金融股 其他个股在撤退 但是这边不是 这边是很多的个股 在这边族群创新高 投资朋友 今天11月17号 今天是台股 历史上应该是 展新的一页 郑所税被废除了 如果今天是台股 展新的一页 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 你愿不愿给自己一个 全新的机会 如果我们这样讲好了 我们说选举到了 政治跟政策会全面做多 所以说不管是 废除郑所税也好 或者是之前的马席会也好 或者之前行政院推出 所谓的刺激景气 消费方案也好 政府做这么多 无非他就是要把 大盘量能潮拱起来 好 我还是那句话 技术分析的天敌 是政治跟政策 当政治跟政策 在全面做多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观望 你说好 老师我要继续观望 可以啊 没有人 没有人勉强你啊 你从很多人 从10014跌到7203 是全面做多啊 就这边选择观望啊 我就不晓得 那个逻辑是什么啊 真的啊 如果今天我零 我像没有在10014 跌到7203 告诉你避开 那你就把我这个人 画一个大叉叉嘛 如果每天 只是告诉你 全面做多 那你就把这个人 画一个大叉叉嘛 那投票 跌了2800点 我们有提醒你风险 有 好 这一波 11月4号 全市场马锡惠 告诉你两岸和平红利的时候 上看年线的时候 我们 告诉大家 涨时钟支撑 不堪压力 压力跌破 请你卖掉1 2分之1 大盘有没有下来 有 昨天 法国遭受恐怖攻击 大盘往下跌 全市场被关的时候 我告诉你什么 好 昨天第一点是多少 8217点 我在10月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我说如果这个盘 是我控的话 是我零红相控盘 我会拉回ABC 我说拉回ABC 来到8200 8300 它在座上去 空间比较大 我说它硬干 可不可以 可以 硬干的话是短多 但是中长中性 如果你拉回 那是短空 但是一个长线的买点 短空中长多 我想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讲一天的 尤其是在昨天 市场最悲观的时候 我们告诉大家 我说底部 你所能够想到的利空 在昨天都潜潮而出 没错嘛 所以底部是经过利空 淬电出来的嘛 没错啊 我们推荐的族群跟个股 我们不是只是带你买而已 我们也带你卖 所以说不管是像 升级股之前的1789的神龙 或者是2376主机版技嘉 或者是近期代表作1319的东洋 北美地区要下雪的 接下来 我想我们不管是大盘 或族群或个股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善进到 分析师应该要有的社会造者责任 好不好 那真的希望你好好把握 这边你再不把握 跌破季线 葛兰币八大法则的最后买点 如果你不把握了 那上去9000点 是我讲的比较直接一点的 也请你继续观望好了 好不好 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0225705657 我林红相 绝对是你投资路上 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公司目前有个优惠活动 希望你好好把握 我们近期有一个 波段族群标的股 即将显现 即将做切入 如果你措施掉我们过去的神龙 措施掉过去我们的东洋 那措施掉我们的太阳能 我们即将切入一个新产业 需要你给你自己一次机会 给你自己一次反败为胜的机会 我林红相 绝对是你投资路上 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再度回到优质节目现场 我是亚洲投顾林红相 下面我们复习上半段的内容 然后再帮投资路上去推演 未来走势是如何 本波输引的关键 应该在昨天跟马熙会那根长红棒 你如何解读 马熙会长红棒那天1274亿 市场告诉你上看年限 9078 那我们在节目告诉大家一个概念 我说涨时重支撑不看压力 你怎么会去告诉我压力在哪里 我说跌了2800年 你还是告诉我找压力 那你这个观念完全是错误的 没错吗 破了我们告诉大家什么 请你台股要记录箱形整理 或拉回ABC 哪一种我不知道 我没那么厉害 而且我们之前告诉大家 跌破季线嘛 季线跌破2000嘛 市场已经不是下探8000点吗 好 要帮帮忙 涨的时候告诉你上看9000点 跌的时候下探8000点 我们告诉大家那是葛兰币八大法则 跌破季线最后的买点 请你赶快上车 如果今天市场是告诉你 因为今天是正所税的理由 造成台股 网上反弹 那头头的朋友 好 这个分析师的言论 你就把它画一个大叉叉就好了 用你买份晚报就好了 你去网路看那些免费资讯 都比它来得强 好 事后马要泡 我们来看好了 头头的朋友 我们在10月的中下旬告诉大家 我说如果这个盘是我的融相控盘 我会拉回ABC 拉回到8200再8300再做上去 为什么 因为这样空间比较大 所以先拉回 它是形成一个短空 但是它一个中长多 因为你上涨对台股未来空间比较大 散户会比较想参与 它硬干可不可以 可以 那是个短多 但是中长中性 后来马锡会 拉上去之后 见高点就下来了 这个你验证了 你验证了嘛 对不对 好 那大盘这一破 来到最低点 8217点 也跟我们当初预期的差不多 好 那族群跟个股 我想近期最市场 最飙悍的族群 就是生技股 好 生技股来讲的话 当初我们推荐的是1789神龙 神龙我们上个礼拜 我们获利了结 落代 我们就告诉你 我们获利了结 落代 我这样讲好了 分析师 有些分析师 很不道德 他股票卖掉 他不会告诉你卖掉 他卖掉 他还在节目继续表演 他赚多少钱 我觉得人不需要了 真的 人不需要把自己人格贬义那么低了 那我在节目讲一段话嘛 上帝帮你关一扇门会为你开散川嘛 结果AM汽车大厂 神龙今天已经来到39.1 收盘价多少 38.4 神龙我们什么时候讲的 我们在8月那时候 全球股市的时候就告诉大家 我说如果今年全球股市大跌的话 那对于房地产不好 对于新车销售量不好 那如果新车销售量不好 什么会受贿 北美地区下学的 什么会受贿 就是AM汽车大厂嘛 就继神龙之后 东洋这样每天缓步的 金金涨涨不停 除了这个之外 太阳能族群这波 我们帮投票抓到了 好 那太阳能我们卖掉1分之1 我们就告诉大家 卖掉1分之1 结果卖完之后 股价进入 相形整理 好 3545敦态 好 它是3D压力触控 好 那 我们有告诉第一季 来回操作 这个你都验证了 太多太多了 主机板这个你也验证了 好 太多太多族群了 我觉得不需要特别去强调 而是过程中 你可以去知道这个分析师 他是乱射飞标的 还是他拟定政策 拟定他的策略 如果今天头顾让人家购病有讲过 很多分析师他可能一天买10档股票 20档股票 30档股票 但是他乱射飞标 那就是乱射飞标 他有没有策略 你知道他在干什么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想这个你听我们节目 不管你今天是听三个月半年一年 你应该知道 我们有既定的策略在做操作 这个你都可以去验证 所以接下来我只想告诉大家 台股本坡拉回 就是葛兰比巴达法德的最后买点 每年最好操作的就是第四季到二三月 这边如果你没有把我 诉我讲一个比较冒昧的话 那今年你也不要操作 你就慢慢观望就好了 9000点以上你也不要操作 因为我告诉过大家 本坡是一个行程不过高的M头 所以他不会突破10014 既然他不会突破10014 所以突破9000点以上 也许920093009400950096009700 我不知道 突破也请你不要去追了 只是我觉得很可惜 因为从10014跌到7203 跌了2800点没避开 这一波反弹1600点也没避开 也没做到 等到你要跳进去的时候 马锡会结果拉回800点 投资朋友 难道你的命叫做傻户吗 难道你的命真的是追高杀低吗 我不相信 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 你要不要努力去开创 如果你想给你自己一次机会 那我个人觉得 当你有心想去改变的时候 上帝他也会给你一次机会 让你自己去改变你自己的命运 就看你愿不愿意跨出那一步而已 就这样子 好不好 给自己一次反败为生的机会 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02-2570-5657 我林红相 绝对是你投资路上 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过去每一波转折 我们能够帮投资朋友抓到 接下来未来的每一波 我们也有相同的实力 能够带投资朋友 高出低进来回赚价差 我林红相 绝对是你投资路上 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继神龙 东阳之后 我们有一档 全新的族群标的股 即将在这边做切入 希望你好好跟上 给自己一次反败为生的机会 真的不要错失掉 今年最后上车的时间点 果然必把法则 最后的买点 希望你好把握 就祝你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